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金鈴 那自從上次小的影片之後 在香港回來韓國之後 很久很久都沒有拍到影片了 我真的覺得如果再不拿相機出來說話的話 我真的應該完全忘記了怎樣拍影片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update一下近況 拍一個一天的Vlog給大家看 今天就是星期六 約了Amber一起去泰院吃我的生日飯 很開心過了半個世紀還有生日飯吃 因為今天已經是2月15日 我的生日是2月6日 因為我之前的生日是去了香港 所以去完香港回來之後 第一次見Amber 我們就約了在尼泰院 約了在我之前去過的桑湖那間餐廳 因為原來Amber好像沒去過這間餐廳 我去的時候應該播出了沒多久 2、3個月內去的 不知道現在還不需要排隊 還有最近適逢HardSignal 3的宣傳片已經出了 他們就說3月底就會播HardSignal 3 非常非常期待這一輯 究竟會有什麼人出現 因為其實這個HardSignal 3是跟我有一點淵源的 因為我認識的有一位韓國朋友 是去了參加這個HardSignal 3的audition 雖然最後他可惜沒有被選擇 但是我對這個HardSignal 3是非常期待的 在香港回來韓國之後 我也知道我自己消失了一段時間 因為這段時間突然間要幫香港公司找KF94的口罩 這段時間也了解了很多買口罩的過程 見了很多供應商 開了很多會 因為找這個口罩的過程 又找了一些消毒洗手液 每天有幾百萬個訊息 傳過來 去接合一些供應商的事 令到完全沒有時間拍片和剪片 可能有很多時候最近也有人問我 為什麼你不幫忙代購口罩 其實我想說 第一就是 現在那些三層普通醫療口罩 一盒一盒的 已經不是我去藥房 就這樣買到這麼簡單 其實大部分藥房都被人掃光了 上網也是買不到 至於KF94口罩 大家看完我上次那條影片之後 那條影片一出了 當天已經是沒有了這麼便宜的KF94口罩 兒童版那些我也是訂了兩三盒回來給朋友 就已經沒有了 在街上買是一定買到的 但是就是很貴 我看了很多資料之後 我真的覺得 其實如果不是真的這麼緊急 我就不想再去帶動這個炒價的風氣 所以我跟partner商量過之後 其實這些炒價的口罩我們也是不買的 唯有就是等韓國之後的供應穩定 或者是等外面有些消息 去令到韓國的口罩價錢跌 可能到時香港也有人需要的話 我們才會幫大家買 上次也有人留言說過 KF94的口罩其實是醫護人員才需要用的 平時我們外出 特別是在韓國 其實戴一般的口罩 或者是KF80口罩已經很足夠了 上次也有個留言 我覺得是很值得參考的 就是因為94和99的口罩 它是很焗的 所以如果我們一般人戴的時候 很容易一戴一長 反而會更容易滋身細菌 有時戴80或者正常一般口罩 其實已經足夠了 所以我不想帶動大家一味九衝 去買94口罩這個熱潮 也是很想在這裡重新 因為之前知道原來消毒酒精子 是糖尿病人的必需品 我也不鼓吹大家一味搶消毒紙的風氣 消毒酒精子我們可能也會花一些貨的 但真的希望有需要的人才買 不要為搶而搶的 除了消毒酒精子之外 我們也會買一些韓國的消毒濕紙巾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去我們網頁買的 另外一個產品 其實我們網頁一天已經賣過過千個 就是這個韓國的消毒洗手液 我們這次買了大量的回來 現在我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應該還有極少量 但我不排除 可能今天或者明天就已經賣完 這個消毒洗手液含有62%月順 這個消毒洗手液也是一個很可信的大公司 有證明我們才入貨的 但是這個消毒洗手液 也是最近的供應商說了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想買到五千個 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他們最近這個容器 是出現短缺的問題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生產 那麼大量 我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入到 如果我們入到的話 都會馬上在IG更新的 所以大家可以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我們都會很努力在韓國 找很多優質的韓國的消毒產品給大家 所以我最近其實都是不斷出去開會 不斷去找一些產品 做資料搜集等等 做了很多後台的事情 其實就沒有在影片上呈現給大家看 我日常的生活是怎樣 我一拍片就無法集中去做其他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 這些背後的工作都未必拍到給大家看 就先宣傳一下 這件也是我們的新貨 其實我看到韓國有很多很漂亮的新衣服 我自己都很心動 很想買 這件已經是春裝 因為它的材質已經出得比較薄 是有一點皺的質地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網頁更新 好了 我們現在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現在就出發去離泰宇 還有一會兒跟台灣朋友在餐廳 都是用普通話溝通 所以就順便看看究竟 在武漢肺炎下 在韓國的餐廳用普通話溝通會不會被人受歧視 今天雖然是星期六我都是開車出去的 其實自從在香港回來之後 基本上每次出去我都是開車 真的因為肺炎已經很不敢坐公共交通 因為我開車去一間公司開會 那個人就問我 那個人就問我你不會很難泊車嗎 因為他說最近因為肺炎的關係 很多人都不坐公共交通工具 都是開車上班 整個停車場都滿了車 因為很多韓國人現在上班都是開車上班 好啦 我們現在來到尼泰院 其實現在韓國真的不冷 不過因為我裡面穿得一件很薄的衣服 所以我現在就穿了一件Long Panic Emma他說他已經到了 完全不用排隊 完全不用排隊 西蘇打了 然後他說他剛才看到他在廚房裡面 又是在廚房裡面 他果然每天都會出現在 在這裡 好啦 我們現在check到來 我想說他去年是沒有這個的 但是因為現在是不用排隊 所以都沒有用到這個 然後你覺得剛剛我們說中文有被其他人 一開始旁邊的兩個女生好像有看我們一下 可是後來進來的情侶好像就沒有 沒有 我覺得我們說中文沒有被人歧視 但是我拍影片就被人歧視 有一個店員跟我說在店裡面不能拍 我們有一個自己墨幣的空間 都不是墨幣 其實是有道小門的 其實我為什麼會發現這間cafe 是因為我之前去隔離那間Royal Food的時候 看到隔離這個天台是非常的廣闊 然後我問問 原來他的門口是超隱蔽的 他不在那條大路那裡 在下面那個韓仔的斜坡裡面才有入口 所以我就發現了這裡 我剛剛是為什麼會發現這裡 是因為我來對面那一家 然後我發現這裡 跟大家說說離太遠其實這個景真的很好拍 但是一定要在沒風的時候過來 現在是超級好 是沒風 雖然天氣有點陰沉 但是今天風勢不大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出來坐 剛剛收到Amber什麼有的沙拉萊瑪生日 哇 這個不是廣告 是他買的 是香水的一種 但是 它是噴頭髮 它裡面有保護頭髮的成分 它有出一個透明的香水 哇 噔噔 謝謝Amber的三人來問 他說這個是用來噴頭髮的香水 而且還有這個的香水 就是它有分一般的香水跟噴頭髮的mist 我真的很喜歡香水 這個味道還蠻濃的 對 我們這些中的禮物都是跟香味有關 登登 這是16號 它有點偏的pink 但是它是暗一點 他說是有名的顏色 我記得是 但是香水還是要看味道喜不喜歡 這個的後期是看包裝 因為它的包裝 我覺得你瓶子用完之後 你還是可以擺在那邊當裝飾 而且我一開始以為它樣子好像很甜 因為它是粉紅色 但是它聞起來很清新 一開始我本來想說要送口紅或是其他的 可是口紅的話因為每個人喜歡的顏色會一樣 而且隨隨隨香水也是 可是因為噴頭髮的感覺比較負擔 但是因為我喜歡收藏香水 所以什麼味道也沒有說 都可以 因為我真的有很多 但是我隨著不同的心情會噴到不同的 很可愛啊 真的 本來我們想測試一下我們說中文會比較歧視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位置是完全 然後這裡還有很大的窗 因為很漂亮 像studio的位置 所以這次是測試不到 究竟我們這樣說中文會不會被人的執目 聊了幾個小時之後 現在天色已經變暗了 我們在這裡帶來很久很久 然後現在外面的風景是這樣 那麼今天的vlog就大概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條影片 Facebook和Instagram再見 Bye Bye 再碎碎唸多一件事 就是突然下個星期要去日本 這次去日本是為了要做簽證的 我到時都會拍vlog 到時再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要去日本做簽證 最後示範一下這個新的消毒洗手液 這次進入這個初手液 其實我是非常滿意它的質感 因為它有很香的 好像是石榴的味道 所以擠出來不會有很臭的酒精味 它說加強了一些保濕的效果 我擔心它會很黏 但是它一點都不黏 非常揮發得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初手液 大家收到用它的話 都應該會很喜歡 而且它雖然很大支 但是大家如果有小小的酒精初手液 都可以擠進去小小的那裡 做一個review的版本 所以我其實是非常滿意 這次這個初手液 但是好的貨和合理的價錢 真是很難找 其實很多人都是帶著一堆現金 去廠那裡 就是說給它就要馬上買這個貨 如果有現貨的東西 都是需要很大的競爭